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月AI学院 那么上一期呢 给大家分享了如何注册登陆一个GPT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教大家如何注册一个Discord的一个账号 这里呢,很多人都不会注册 那我们平时都经常会用的一些工具呢 它都是在这个Discord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Discord的一个账号 首先呢,我们来到Google搜索一个Discord 那它第一个呢,就是Discord 我们点进来 那我们直接在游览器中打开Discord 在这里呢,有一个登录 我们就先登录进来,点一个登录 如果我们是新手还没有注册的情况呀 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账户 那在这里呢,就是一个添加一个账户 如果说有一个电子邮箱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电子邮箱或者电话来进行一个登录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需要新的账号 我们点这个注册 这里呢,我们要创建一个电子邮箱 要输入一个离称 一个用户名,还有一个密码 输入一个出生年月日 那在这里呢,输入一下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这里呢,勾选一下这个同意 我们点继续 这里呢,我们需要验证一下你是人类吗 我们勾选一下就行 在这里呢,找出其中不匹配的对象 找出一个不匹配的 这还要继续 那可以看到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页面 需要验证,我们监测到一些非常规的操作 我希望你确保你和社区的安全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使用电子邮箱验证 那输入一个电子邮箱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我们的一个邮箱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一个验证 这里呢,就是一个验证邮件 我们点击一下 OK了啊,已经 我们这里再点一下 还要再验证一下 那可以看到电子邮箱已通过验证 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Discord社区里面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的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输入手机号来 注册一个Discord 但是呢 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手机号 老是收不到一个验证码 这个呢,也是有朋友反馈的 他说他的手机收不到一个验证码 怎么办呢 那这里大家也不要着急 这里呢,可以用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来到这样一个接码平台 来购买一个临时的手机号 获取一个验证码 这里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找到一个服务 比如说是Discord 我们就找这个 我们点进来 我们主要是号码验证 选择一个国家 他这里的价格呢 大家都能看到 不贵的哈 选择好了之后呢 在这边呢,他就会展示一个手机号码 如果说我们的账户呢 还没有里面,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费 那我们的账户里面是空的 我们可能要往里面通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支付宝等其他的方式呢 来付款 来购买这样一个临时接收 电子码的一个号码 那可以看到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选择国家 选择一个服务器 买一个号码复制 把这个号码呢 适当的添加到这个需要添加的地方 这个代码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平台 那我们直接一个负质电梯呢 就可以通过验证了 验证通过之后呢 我就可以成功的登录到 Discord里面来 那你就可以使用 Migenry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APP了 那今天的小游人这期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